亲爱的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,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快乐的复活节。 作者是比利时的利斯贝特·史雷杰斯,是由西安出版社出版。 我是小辫子凯蒂,今天是复活节,老实说,在这一天,复活节兔子会送给我们漂亮的彩蛋。 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?快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。 嗨,我是凯蒂,今天阳光真好,花园里开满了红色和黄色的小花,树枝上也长出了新叶子。 我蹦蹦跳跳地走在路上,哇,春天来了,花园真漂亮啊。 我家的鸡下蛋了,好多好多天以后,咔嚓,蛋破了,小鸡出生了。 爸爸让我摸摸它们,小鸡软软的,毛茸茸的,它们的叫声真好听。 今天,老师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玩具。 这就是复活节兔子哦。 老师说,它每年都会为孩子做许许多多漂亮的彩蛋。 复活节那天,小兔子会把彩蛋藏到花园里,等着小朋友们去找呢。 教室里有一个花园里,花园里有一棵树,它的树枝又长又卷,那是复活节树,树上挂着许多漂亮的彩蛋。 看,瞧,这里还有很多长着兔子耳朵的彩蛋呢。 孩子们,我们做一个复活节篮子吧。 老师说,复活节那天,你们可以把找到的彩蛋放进去。 瞧,我在给小篮子涂色呢。 呀,凯文已经完成了。 你们一会儿可以把它带回家哦。 老师笑着说, 看,爸爸,我在学校做了一个复活节篮子。 等复活节到了,复活节兔子就会来我们的花园。 到时候,我就可以把捡到的彩蛋装进去了。 好可爱的篮子呀,快拿去给妈妈看看。 爸爸说, 今天是复活节,我起来得很早。 复活节兔子是不是已经来过了? 我赶紧抓起篮子往花园跑。 妈妈、爸爸,你们来吗? 太棒了,我找到了一个彩蛋。 哇哦,这里还有一个。 那里也有。 我把它们放在我的小篮子里。 它们看起来真好吃。 哈哈,我可以吃一顿彩蛋大餐了。 嗨,凯蒂。 原来是凯文来了。 你也找到彩蛋了吗? 他问。 当然啦,你看,我们能交换吗? 我拿这个黄色的换你的红色的。 爸爸,你看,我的篮子满了。 嗯,这个红色的给妈妈,紫色的给你。 嗯,我能先吃一个吗? 复活节派对就要开始了。 全家人都打扮得很漂亮。 我们来到爷爷奶奶家吃早饭。 我给爷爷带了几个彩蛋, 还给奶奶摘了一朵小花。 奶奶奶,我想跟你坐在一起。 嗯,我吃了一个蒸蛋和一个巧克力蛋。 嗯,菜蛋真好吃。 谢谢你,亲爱的复活节兔子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复活节这天,小朋友们是怎样度过的呢?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,留言告诉我们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,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 谢谢,下周见。